有请下一位选手 余早兰 女52岁云南人 云南师范大学 成人本科 英语专业 初恋老师好 各位奇艺家好 我叫余早兰 来自云南昆明 今年52岁 英语专业本科毕业 就说完了 这么简单 没有 继续 没说完是吧 没说完 我的工作从事过 英语专业的翻译 总经理 助理 政府 公共关系官员 在生活里面呢 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 常年的坚持健身 跑半马 移家的这种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保持一种 不管是对工作 还是学习方面的激情 我在工业行业工作了 十一年的时间 我今天来 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主要希望求的一份 企业的基金会 或者是社会责任部门的工作 首显的地点是昏迷 这上面写生活或工作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一潭死水般空洞的双眼 和爱意盈盈的双眼 这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是做工艺的 这个呢就是在有一次 我们那个项目督导的时候 遇到的 首先讲这一双 爱意盈盈的 充满爱的双眼 这正好 爱意盈盈的双眼 就是郭兰那个眼睛 一潭死水 就旁边老杜那眼睛 没有没有 生可恋的样子 那天天空下着小雨 我刚好没带伞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但是突然我发现一个 头上的雨没有了 我抬头一看 一个妇女满脸笑语地对着我 她说你们是来帮我们的 你们不能淋雨 那个时候 我看到那双眼睛 她这样对我说的时候 我心里面非常感动 这种的瞬间嘛 说句实话 是我做这份工作的收获 动力 一潭死水 就是同样的项目 拜访的时候 拜访的是一个 艾滋病感染的家庭 她是一个妇女 家里面三个孩子 当时在我们的幼儿班上学 当我们跟她说到孩子 在幼儿班的状况的时候 对她来说 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不关她一样 当时就看到那眼睛里面 没有希望 感觉就一滩死水一样 非常的空洞 没有任何的感受 这一个呢 但说句实话 也是我在做公寓的动力 好多时候 我总觉得 能够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 帮助一喜就帮助到她 或者是帮助到一个家庭 大姐很感性 对 跟善良 她说话跟诗意一样 谢谢 谢谢大家